8题其实跟前面好像也有做个类似的题目 那首先的话呢 圆的半径多少 不知道 那我只知道怎么样 这底部82.5 那也就是说从这边到这边是82.5 那如果不知道圆怎么办呢 我没有关系我可以先画 画一个大概半径为10 的一个圆 那10这个圆 我要怎么样快速的把它复制 这边总有几个呢 8个对不对 然后我要 再复制上方的部分 那一样这边可以复制你可以用那个 复制阵列 多一个a而已 不然你复制8个其实很浪费时间 一个a 或者用阵列里面的话有个矩形阵列 那个矩形阵列没有复制阵列简单 反而用复制阵列多一个a就可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复制另外上方 那从这个方向上去 也是 8个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那我要怎么样快速的把 这一个部分 在复制快速的复制 复制也是8个 可是呢 快速复制8个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有几个问题 第1个他会多出这个部分的 有没有 复制完之后多的 那没关系把它删掉就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第2个问题说 那我要复制 这边会有个问题 我垂直的部分没有问题 垂直往上 没有问题 可是呢 我要 斜斜的 那这个角度应该多少 60 距离多少 20 对因为中心点到下一个中心点 因为他们一定互切嘛 所以他半径到半径那一定20 所以 复制过去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必须给他指定什么一个距离 从这边中心点复制过去的距离多少 20 所以是at at 20 那角度多少呢 角度 就这样子 小于 角度60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必须要自己打 因为这地方没有办法用极坐标 如果可以用极坐标那更简单 如果极坐标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喔 那用极坐标也可以 如果说 如果可以的话就用极坐标 也就是你指定极坐标 角度是60 或者30 反正两次嘛 就可以 距离的话你给他20 那一样可以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地方做出来 再把这个地方 把它删掉 然后呢 再把这边的三角形 画出来 特别 这个三角形 如果说直接从切边 切点到切点 其实比较 不好做 你可以从中心点 画一个 这样的三角形 然后怎么样呢 把它 偏移多少 10嘛 对不对 因为中心点到 切 切点 一定是 10 所以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图就做完 做完之后 它的原来的尺寸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一定不是82电 不过没关系怎么样 用比例就好了嘛 参考一下 旧的 新的 这一题 不就做出来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 不会太困难 OK 那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首先一样 因为我不知道 圆的 半径 进多少 所以我这边可以输入一个10 那复制的话呢 我们用那个复制阵列 这一题 有点 也 有点 感谢观看